聽說現在疾管局的直播 很受歡迎 開玩笑 我連續反正這段時間 你會發現大家每天的這個 叫樂趣嘛 叫做每天必行公事之一 就是看疾管局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尤其是我們陳時中部長 在主持的那個記者會 因為大家都最關心 就是他即時的訊息是什麼 就增加多少病例 可是你知道他出現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大概就是說 疾管局自己 他有一個直播的平台 然後各媒體有一個 幫他做轉播的平台 那所以他出現的狀況是呢 因為太頻繁 幾乎有時候一天兩次 一天至少一次 那太頻繁了呢 這幾個帳號跟之間 開始會出現互動的情況 大家會開始互相熟悉 開始交朋友 然後呢 大家會自動幫這個 我們疾管局的幾位長官 開始在取錯號 然後這形成一個 台灣另外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全世界大概沒有 沒有其他國家會像我們這樣子 對於疫情的處理呢 不但是公開 而且幾乎相關的這官員呢 都出來一直對你講話 那出來講話 你知道反正固定 大概就是那幾位嘛 周志浩啊 然後這個陳時中啊 然後石中良 就他們幾個 然後你看喔 這個就是我們在看耶 就是幾乎你看 這像之前 他們自己 就在開這個直播的時候 幾乎已經有人在等待了 你看這等待人數是1027個 還沒開耶 還沒開喔 就是在等待喔 等待他要開 然後聽看疫情的狀況 有沒有人 比如說最新的確診個案啊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進度 然後我再給你看一個更誇張的 因為這個 你有沒有看網友在後面 影片旁邊的留言 你看喔 這個他這邊在講喔 這個你看這在講話 這個是石松良司長對不對 那你知道旁邊有人怎麼叫他嗎 旁邊有人叫他蟲蟲 蟲蟲 叫我們的司長叫蟲蟲 然後你注意看喔 他可能可能這個 網友不知道是注意他握筆還是幹嘛 你看這邊寫什麼 他會甩筆 他會甩筆 他這邊寫你看 蟲蟲握筆是在調整情緒嗎 就是我們的朋友就會留這個話 然後你看 下面這邊在寫什麼 病室病房又來了 就是類似像這種 然後你再看下一個 就是我們開始的 這些疾管局 或者我們衛福部的官員 在我們的民眾心裡面 他開始有另外一種知名度 這個是我們陳時中部長嘛 對不對 你看有網友留言說 部長講話有療癒效果 然後這邊你看 阿中開島中 阿中 對 阿中開島中 然後還有不只他 阿中面線 他應該是不會做面線 但他會持面線啊 然後我們看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這也很可愛 你看 這個每一場記者會 都是官員跟網友的EQ修煉場 你知道他講的是真的 因為有人聽到疫情嘛 有人聽到口罩不足的時候 我問你 一開始聽到口罩不足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會罵人 那在下面留言罵人的話呢 下面就會有其他網友 幫忙罵回來說 國家都這個時候 就真的沒有產量 其他國家你也買不到 這樣子你們也要罵 欸 網友喔 然後呢 網友跟網友之間呢 會這樣子就算了 網友對記者也會 現在當記者真的超難的 因為我已經看到好幾次 記者提完問之後呢 下面網友在留言 這種問題也要問 這問題不是前面記者問過了嗎 因為記者每天不一定是怎麼一個人 可是網友天天都在追劇好嗎 真正在直播的時候 有多少人看 欸 不一定 每家平台都不一樣 就是比如說我們說少的 大概一兩千人 多的像我看到 曾經在高峰的時候 像過年那個時候 上萬人都有 這麼多 而且是各平台喔 就你講的各家媒體 都有在直播 那你如果把它全部總和算起來 台灣至少每次他們在開 都有兩三萬人 在看他們的內容 所以你看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我記得好像 連莊仁翔都有人在叫他翔翔 他是翔翔 對啊 有人在叫他翔翔 對啊 陳時中是阿翔 莊仁翔是翔翔 那個是從翔翔是蟲 所以你會發現 網友自動幫他取錯號 然後看他出來講話 而且我跟你講 這裡面還有一個 這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的疾管局 不是只有武漢肺炎 這個疫情要處理 他們上個禮拜有一場 是關於資卡病毒的 結果資卡病毒 因為出來的人 不是陳時中 所以旁邊的網友刷了一整排 怎麼沒有看到阿中部長出來 然後為什麼出來的 不是陳時中